很多人在修慈心 或者是培养一点慈心的时候 有点困难 如果一直在祝福的时候呢 也不能拿出那个真心去祝福 或者是也引发不去真心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要学习怎么去接受慈心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你没有接受别人的慈心 那在你的心里面 心影里面缺乏了慈心的心影 那你散布慈心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有些时候要懂 那有些人说 我这一辈子没有人对我好 真的有人来到我面前 师父我真的一辈子没有人对我好 那我说 你真的在师父脸上打一巴掌 师父现在不是对你很好吗 真的 其实是心不动的感受 别人对你好 当你来到师父面前 还没有人对你好 那你就有问题了 师父摆明对你很好 对吧 所以你要会感受 只是有些时候这种好 跟你想象的未必完全一样 有些人想象的好就是呵护啦 有些人想象的好 那就是甜言蜜语啦 不是 像我们以前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会感受到 人家对他好 我们以前小时候 如果在学校给老师打一下 骂了过后呢 回到来 你知道妈妈讲什么 你有福气啊 老是要打你 就是爱护你 你为什么你做错 让老师打你 结果我们自己 反正每次老师如果骂我们 打我们 我们都不敢不吭声 都不敢回去 抱怨告状 不敢 是我们错 是老师要我好 对我好 所以以前我们小小受到的灌输 父母给我们的灌输 就是老是打你 骂你是为你好 所以我们的解读 就是他爱我 打是疼 骂是爱 现在的孩子不同 父母亲撑腰 孩子 你老是对你不好 不要怕 你老爸是谁 然后呢 就找 所以现在呢 现在我们的那些老师呢 都不敢 都不敢 我老师以前教我们的时候 现在后来他再教新一代 他就不敢 现在呢 家长 一下子他给你告他来 你不得了 现在只能够 先拿下家长的手机 然后呢 打个电话 跟他家长讲 哎怎么样 你的孩子 你自己来学校看看 只能这样子 要很小心 所以现在的孩子呢 被他毕竟训练他的那种作意 就是他委屈 一种叫做委屈的作意 就是你一个人骂你 老师骂你 你就是会觉得委屈 他不爱我 这样子的解读 所以纵然有再多人爱你 你都感觉不到 因为你是觉得 只有给我好受的才是爱 给我苦受的不是爱 可是佛陀人时代 不是这样子教的 佛陀教 什么样的话可以讲 第一 你要讲的是 一定要是真实 不真实的话不可以讲 第二 一定要有利益的 没有利益的话不可以讲 第三 也许带来的是好受 也许带来的是苦受 只要有利益 真实 喝时机 气时机 那么呢 即使是带来一点苦受 也可以讲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了解 佛陀是这样子教我们的 我们是这样子教学生 学生有错了 我知道我这样子讲你 会给你苦受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对你好 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那就讲 但是现在的学生的解读不通 只要你给他苦受 他就要保护你了 他不管你曾经对他多好 他就是要保护你 就是要给你灵教一下 所以这样的情形是因为 他们的心已经失去了 感受爱的能力 所以明明你爱护他 他还是觉得你恨他 因为你给他难受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 心只是纯粹成为感受的努力 只有感受好我才要 感受稍微不好 即使是这个是对我有用的磨练 我也不要接受 所以并不是很多人的生命里面 并不是没有人对他好 只是他感受不到 因为他没有如理作意 如果你真正如理作意 这个世界上有人对你好 不可能没有人对你好 也许他的好不是百分之百 像佛陀这样完全的无私 因为完完全全 你要无私的爱 彻底底百分之百 一点瑕疵都没有 你只能只有三种人 阿罗汉 毕自佛 佛 因为他们彻底的断除了那个私我 那么呢 他们才有可能百分之百 即使是菩萨 也许有菩萨的 受祭菩萨 菩萨的爱是很高程度的纯度 但是不可以说百分之百 因为他的我还没有断根 他成佛的时候 他的我才断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感受不到 你觉得 因为除非你遇到佛 你才会觉得佛 太太爱你 其他人都不爱 当然佛的力量 当然是出生 只是可依不可求 你遇到了就是你有福 当然佛这真的不一样 见到佛 因为他真的是他的慈悲 很多人见到佛 都要流泪的 都要流泪的 因为太感动了 他的力量射手力太强了 如果没有 你不能够生命里面水平那么高 你对别人的水平那么高 除非你像佛这样来对待我 不然的话 我就是不要 不珍惜 不感受 不领情 不可以 别人对我们一点一滴的好 如果你会珍惜的人 一点一滴的好 你都会珍惜 纵然那个好不圆满 不彻底 你还是会珍惜 他曾经对我好 他也许现在没有对我好 他曾经对我好 他曾经有真心 也许现在他的真心失去了 现在的人不是 他只要你稍微 你对他好 只要有一次你做不对 因为他的心就完全 你一定是欺骗我 你对我不真心 其实人都是有缺陷的 有些时候真心 有些时候又不真的 有些时候好 有些时候又不好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要因为别人偶尔有犯了错误 对你不好 就完全否决他对你的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根本感觉不到 谁对你好 你也感觉不到 因为只要有一点瑕疵 你就觉得他完全不好 不可以 如果你懂得 如实的去看待众生 别人对你一点一滴的好 你要珍惜 珍惜 他有很多缺陷 那是另一回事 他也许有私心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曾经对你好 这个要珍惜 如果你会这样子 去感受别人的好 那么你的心里面至少有一些好的心影 慈悲的心影 你有接受过慈悲 的的确确 没有人没有接受到慈悲 还能够活到今天的了 你一定有人对你慈悲的了 也接受 那你接受到慈悲 你能够感受到慈悲 在心里面记着他 然后你对别人的好就容易了 就容易散布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如果真的是还是不能 怎样都不能修慈悲 那就先修悲心 他肯定可以 为什么 苦 你以苦为目标 以苦因为目标 那怎么不能 悲心的目标是苦 你不能够没有 生命里面总是有 不是乐就是有苦吗 是不是 所以你就去修悲心 以苦 想 我自己也是 自己也贪真心 也不能克服 你看我叫我自己 就生起自信 都生不起来 多苦 那他也苦 不要因为别人 跑在你后头 你跑了一百步 看到那个跑十步的人 你就瞧不起他 十 百步皆由十步来 十步一往百步迈 你跑了一百步 你其实 你没有跑十步 你怎么会达到一百步呢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 在进化的路上 跑在人家的前头 就看不起 跑在后头的人 不可以 换个角度来想 我们也不希望 一个比我善良 比我有智慧的人 然后呢 拒绝我 排斥我 对吗 所以我们也不要排斥 在进化和提升的路上 落后于我们的人 不要这样子想 所以我们心里 有一种合理 你生命里面 有一点合理 那么 有如理作异 基本上呢 此心是生得起来的 此心一定要生得起来的 至少你要爱护自己先 好 如果你真的在乎呢 你就先散布自己 给自己 愿我平安 快乐 祝福自己 如果连自己也恨 那怎么办 连自己也恨呢 不是试试看 打一下自己 两巴掌 捏一下 看你要不要 你觉得 哦好痛 不要 那你就还有 爱护自己的心 如果你打两巴掌 很享受 要打一两百巴掌 然后我真的没办法了 那个你要找弥勒佛 你找吉祥真子 他也救不了你 你要找弥勒佛 他可能有办法怎么度你 对我来想 如果我打我自己 两巴掌 我就痛了 我就不想再打下去 那我就爱自己 我不可能不爱自己 不爱自己的人 怎么会 两巴掌就怕了 对吧 我们还是爱自己 所以你爱自己 你就祝福自己 祝福自己 祝福到一个时候 你觉得自己 很健康 很有利的时候呢 你会希望别人好 将心比心 人我交替 不要一直夹在 一个狭窄的自我里 人活在狭窄的自我里 很苦的 我可以告诉你 多一点爱心 关怀这个世界 这样的人活得 比较健康 比较有力量 其实你在爱护 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自己也是 很爱护自己 也是给自己 最好的对待 所以 心不要在这个 小小的自我里面 过日子 这样子会很苦的 真的 我根据我的观察 所有苦的人 都是 躲在自我的世界里 才会特别的苦 你走出自己自我 那么呢 你的心 广大一点 是比较快乐的 真的 越会算计的人 越苦 不要这样子 多算计 多一点付出 给这个世界 好 就这样子 黄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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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